我敢说这么香浓丝滑绵密的芋泥你肯定没吃过 大颗的利谱芋头去皮 切成片 蒸的时候记得加几块紫薯一起蒸 芋头和牛奶的比例是2比1 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点白糖 不停地搅拌捣碎 其实像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精益求精 所以锅变筛让它变得更丝滑 锅里融化60克的黄油 把芋泥倒进去 再加入60克的淡奶油 小火不停地搅拌 直到它们充分地融合 浓稠度也可以自己控制 喜欢吃绵密一点的就多煮一会 你们看 没有加姿势都能变成瀑布 你们就知道它有多丝滑了 按这个配方做出来的万能绿泥 甜度刚刚好一点都不为你 平时可以像这样 芋泥打底 加入冰块 牛奶 也可以做吐司芋泥蛋糕 我最喜欢的还是冻起来做香蕴冰淇淋 快 走给你爱的人吃吧 是的 好的 好